我跟何孟遠 確實是有曖昧像情侶間的行為 對於我所有不當的言辭跟行為 造成別人的傷害 造成豆豆的傷害 我很抱歉 對不起 我對我所有的行為 非常抱歉 我錯了 在說明事件最新發展之前 先前情提要一下 對於何孟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豆豆 藍隊第三棒 才子 沒錯 才子跟豆豆同是閨蜜 但最近周刊爆出 才子居然把閨蜜男友何孟遠也給閨蜜了 怎麼個閨蜜法呢 何孟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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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孟遠與才子都是全民新運動會的班底 不小心就越走越近 兩人有不少親密的對話被外流 原本才子打死不認搶了閨蜜男友 還找來媽媽幫她背書 我想要釐清一些事實 阿姨問你 你跟才子有在一起嗎 呃... 我跟他沒有在一起 你跟他沒有在一起 那可是他現在被誤會了 怎麼辦 那個新聞上就寫說 怎麼你們兩個一起劈腿啊 沒有 他是 是說我 我劈腿 因為 我們豆豆是交往 可是後來好像分手 對啊 他講的劈腿的對象是才子啊 但是問題是根本沒有 對不對 但才嘛 你女兒前閨蜜豆豆不是這麼說 豆豆15日晚間透過臉書發文控訴 表示何孟遠確實在2月提出過分手 我們依然對這段3年多的關係一一不捨 彼此協議在共同努力 所以我們繼續維持男女朋友關係 直到前幾天發現你偷吃後 才向你提了分手 你也輕恐認了種種劈腿心境 告訴我已經跟他持續了一個多月 這樣不正當的關係 這下真相大白啦 原來才子跟何孟遠都在說謊 眼見只抱不住火啦 才子在豆豆發文後沒多久 發文道歉 我覺得你在這裡告訴大家實話 和何孟遠 確實是有曖昧像情侶間的行為 但這些是在我得知 是豆豆跟孟遠分手後發生的事情 那對於真實豆豆跟孟遠的情況 我不清楚 在這些事情發生後 我確實也有遇到過豆豆 他有在我面前詢問很多全明星的事情 去提到他跟孟遠的很多情況 包括他們可能還住在一起之類的 那當時我的情況是 我不覺得我有資格告訴他和孟遠 跟大家說 他們已經分手 我也沒有資格去詢問他 所以我就裝作我也不知道 但是當時就我的認知是 孟遠是跟我說他們已經分開了 對於我跟孟遠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很對不起 造成全明星運動會的困擾 真敢抱歉 我會自己退出全明星運動會 對不起 藍隊 我願意接受 公司對我的一切懲處 梅在第一時間說明事實 財子的經紀公司 也就是他非為男友兼老闆邱峰澤的公司 付出與他切割節約了 原本演藝事業平平的才子 好不容易靠節目展露頭角 如今感情問題處理不妥當 不僅形象回了 友誼也沒了 演藝事業也一併掰掰了